当初以为玄学的是齐达内 今天才发现是黄马 在欧棍的舞台上 再强大的对手也要进黄马三分 这句话一点没有错 我预计啊 曼城会并不须念的拿下黄马 没想到我让我大点眼镜 开场后11分钟 曼城就2-0-0先了 这时候马克雷斯 获得一个单刀机会 他可以传远端的副灯 但他没传 传进去就散不零了 他直接打边玩下去 紧接着福灯获得一个单刀机会 打飞了 如果打赢去三比人 基本也就结束比赛了 然而这两个球一进 安静落地马上击眼了 本场比赛 瓜地老大会出好了 塞防守塞松 紧接着黄马就是大球技术了 两边开始对拉战开始了 本泽马一记神仙球了 真漂亮 本泽马本赛季 既不是神也不是贤 他是神仙 这个球进得真牛啊 两个队 你来无考 大开大合呀 杀的呀 是个尽兴的 最后打成4比3 本泽马还踢进一个勺子点球 这洗礼素质相当牛啊 本泽马不拿金球 那就是历史上最大的原案 没有质疑呀 看完这场比赛之后 我能得出个结论 目前最强大的 就像本泽马所说的 不是利物府 不是曼城 也不是办人 而是大巴黎 你看大巴黎第一场对于黄马 那是让一场 让黄马球迷绝望的比赛呀 但是后来呀 第二场比赛 别提了 直接不机器动换这形呢 把352给改成改回433 然后再导致心态不溃而输球 但第一场 那一场 大巴黎呀 才是最好的大巴黎 那么下场比赛 怎么样呢 对黄马就已经说 好消息是卡萨米莱回归了 但对黄马的不消息是 曼城的两个编后卫 沃克 卡塞洛回归了 这回两个速度型编后卫回归 维尼丘斯不好办了 但是呢 黄马有主场之力 看看吧 他在下一场比赛 悬念怎么样 你们认为下场比赛 曼城还会赢吗 还是说黄马能 把比赛 拿回来 请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